接下來這個圖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圖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邊喔 它這個底下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弧 那弧裡面喔 又分兩種 講弧之前先講 弧一定要是逆時針方向 我剛剛一直強調 逆時針方向 不過有的同學剛開始還是對方向有點 沒有方向感 久了就會習慣 方向 你要逆時針喔 所以 如果你這樣畫弧 起點在哪裡呢 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左邊嘛 對喔 這樣畫過來 這第一個概念要有 第二個概念呢 弧分成兩種 一種是長弧 一種是短弧 那所謂長弧就是說 今天呢一個弧喔 它像這個就是所謂的長弧 怎麼說呢 因為一個弧呢 你接在一起不就是變成圓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要的是長的這一邊的話 這邊不就是長邊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要短的就是短弧 長弧跟短弧 那之間要怎麼去做區隔 我這邊先畫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呢 我先畫上面的部分 它是15 20 15對不對 所以這邊 先畫一個線段 很簡單 往上對不對 多少 上15 Enter對不對 再往這個方向 20 Enter 再往這個方向多少 15 好 畫完 按空白線結束 接下來在這邊畫一個弧對不對 弧的話我知道起點 知道終點還知道什麼呢 還有一個叫什麼 半徑對不對 所以起點有在這裡 終點有在這裡 半徑也有 所以繪圖裡面有個弧 找到起點 終點 半徑有沒有 有找到 反正以後你只要有三個訊息 就可以畫出一個弧 起點 終點 半徑點下去 起點在這裡 終點在這裡 半徑多少呢 40 只有你輸入40 Enter 你想 40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是短弧 我特別強調 如果你今天要是長弧的話 你的半徑就要變成負的 負多少 負尺 所以呢 這邊再一次 繪圖 裡面的 弧 起點 終點 半徑有沒有 起點一樣 終點 那 半徑的話就輸入負 四十 Enter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長弧了 所以弧裡面又有分成長跟短 那怎麼判斷呢 其實如果是 往外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長弧 那如果往內的話呢 一點點的話 那就是這個所謂的短弧 那最後的話 你再做一點點標註 這邊的話 按線性 直接從這邊標到這邊 15 按右鍵 重複 從這邊 到這邊 標一個20 最後的話 再標一個什麼 標一個 裡面有一個半徑 所以這邊有一個半徑 直接選它 這樣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